哇, 好不好吃? 好吃, 好不好 是呀 宝贝 两个星期前 我们报道了只有六岁的天余妹妹 去年五月, 在手术期间 怀疑因为延迟输血 变成食物人的事件 她吃得很努力, 但是 要不要放, 要不要放 节目播出之后 引来社会极大回响和关注 短短几日间 网上片段 经已有超过几十万次浏览 各大传媒亦都商计转载或报导 网民透过不同渠道留言 为天余一家送上祝福和鼓励 甚至有人希望捐钱 帮助他们度过生活难关 有些人不识的人都很有心 他们都说 我可否捐钱给你们 或者有什么方法帮助你们 但其实我都一一拒绝了 都是谢谢, 我说心灵了, 不需要了 因为现在都在寧众活 在生活上都可以的, 勉强可以的 就不会搞到开饭也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这件事 加上其他色彩 我都说我公开这件事 不是说要去卖惨, 去众仇等 我只是希望 跟女儿一个交代 要跟女儿讨备公道 除了捐款之外 有些人都会跟我说其他 跟我祈祷 或者跟我去黄大千求签 又有, 平安符又有 我觉得他们把他们心目中 觉得好的东西拿出来 去帮我 我觉得是一份善意 一份美意 这件事我都很感恩 毕竟天怡出事之后 对他们一家打击很大 周散一方面四出奔走 为女儿讨回公道 另一方面 竟然竭力照顾女儿 希望有奇迹出现 可惜直到这一刻 医管局对于她不少的疑问 都没有正面回复 至于女儿 康复一直没有大进展 都令她好气馁 但现在网友的鼓励 就为她重新注入动力 透过这次事件 我听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和给了我这么多可行的方案 我心里当时 我立刻会有个火 或者有个希望 不要放弃她 我真是有团火 或者我真是有她的希望 我可以再尽力一点 再做一点事 希望真是可以医护女儿 可能这个机会是很渺茫 或者没有机会 很大机会是一生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做爸爸的 面对这件事 都会 就算机会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不过多辛苦 都会做一点事 一定要尽力去做 因为老实说很辛苦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如果相比起 女儿现在的情况 或者她所受的苦 那我这辛苦算是什么呢 如果我不做 我想我 我会后悔 我这一生都会后悔 就是我日后 如果日后我看回这件事 原来当日我是没有尽力的 没有尽力 我所有的办法 尽力尽力去做这件事的话 我觉得自己是枉为人父的 网友的支持 令周生重拾信心 亦令一直不肯出声的周太 得到振作的力量 一直以来 我不愿意跟你说 哪里出了什么事 什么情况 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不说的话 我就觉得 女儿仍在这里 我看到很多 关心天余的网友 还有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知道天余出事 都会发信息 或者打电话问好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关心天余 还有我们一家人 很感动 因为开始觉得 我们自己一家人 参照 好像还有这么多人支持 当然还有周生 周太太说很多次 在她情绪崩溃的时候 都是靠丈夫支持着 真的很感谢爸爸 一直陪伴我们 因为家里很多东西 都是她去做的 因为我自己尘性不好 这都是她在我身边安慰我 我真的很感谢她 一路以来在我身边 好,妈妈,没事 互相扶持 总算熬过最艰难的时刻 夫妇和芯为女女奔波的同事 患有自闭症的儿子 也令他们很挂心 正乎人家的意思 即是妹妹可能会 她又 说不出话 或者是 动不出话 这样 嗯 那你要心理准备 知道吗 你回来看到妹妹 可能她是跟以前一样的了 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妹妹病了 那你有什么想跟妹妹说的 祈祷 你跟妹妹祈祷 对啊 好,你跟妹妹祈祷 那你现在祈祷吧 亲爱的天父 我希望妹妹快点康复 快点回家 我不想妹妹变植物人 我希望妹妹 尽快回家 那会不会什么时候康复呢 我说 我不知道他这时候会康复的 他说一、两年之后会不会康复呢 他说一、两年之后会不会康复呢 我说希望吧 想他上一座床 他在上面睡 那时候也想定 这床墙 让他连很多公主的东西 因为他很喜欢迪士尼公主 这床墙 就是 他以前在旧屋里 他都到处去画 很喜欢画东西 特别是画图画的 试过一次就发现他画到 到门后面 都花了 我现在跟他说 第二天我搬工之后 我就遇了一床墙 遇了一个很大的地方 给你画画 现在我想了很久的时候 我最想的一件事就是 希望天余的情况 如果稳定的话 我希望可以带到他回家 带他回家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相信天余很想回家 当然 周生知道要接天余回家 不是一时三刻就做得到 现在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 就是好好珍惜 每一次去医院探望的时间 天余 你今天怎么样 不是, 爸爸又来看东西了 今天是10月16号 你乖不乖 爸爸跟你打开眼睛 看看好不好 你看看爸爸吧, 好吗 你知道现在网上 很多人关心你 很多人支持你 那些哥哥姐姐 她说希望天余快点痊愈 很多人祝福你 天余在大口环的儿童医院情况 都算稳定 维生指数理想 有时甚至可以脱下呼吸机 自己呼吸 不过体重就增加了不少 更加幻想了脂肪肝 最近因为要做检查 又转回去玛丽医院 你自探望周生华 天余好像有些进步 今天跟她做按摩 拉筋的时候 她的反应都多了一些 例如眼睛会动 甚至颈部头 都有少许动作 多些赞她 希望可以刺激到她 让她可以多些反应给我 希望她每天都有少许的进步 每天有些进步 然后希望她慢慢慢慢好过来 希望她每天真是 我都不敢说她可以完全好 但可以起码骚醒 或者对我有些反应 最终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明天带她回家 最近周生还在社交平台 成立了个关注组 除了想被关心天余的人 知道她的最新情况 也希望集思广益 收集一切有机会治疗天余的方法 不过就以我们收到 很多同路人的分享 说自己的小朋友 都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 但外与不同原因 没有人敢发声 听到他们的经历 都觉得很辛酸 很外目能做 但也更加肯定 其实我这次公开这件事 是应该的 你看到现在这么多医疗事故 往往就是他们系统出错 那今天我的女儿 真不幸运 碰到这个地雷 出了这件事 但如果他们再不改 其实是全香港市民 在用医疗系统的人 都是冒着这个风险 申诉的路艰难又漫长 节目播出后 有律师联络我们 说要二座周生 但她同事已经申请了法援 还千辛万苦 找到专家赞写报告 希望有一天 在法庭上为天余讨回公道 很感恩 有个专家 他说可以写这个报告 但其实他都说 因为这件事很复杂 一定会比预期的时间更加长 去写这份报告 六至八个月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时间 这个过程很磨人 很辛苦 但你再辛苦也好 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有时相反来说 我看到他们这么逃避 我一旦避重走轻 在民国式飞的时候 我更加生气 或者我更加不让你逃避 我更加要捉你出来 事实上在天余这个事件里 他一直以来这么久的医疗日子里 都碰到很多很爱心 或者很盡责的医护人员 医生和护士都有 正正是为了 我维护医医人员的专业 或者公道也好 我才要拔一些不好的人出来 告诉他们有些不好的人 我不想他们认识其他医医人员 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件事里面是错了些什么 有哪些医医人员做错了事 他们有没有受到处分 所以我是不可能就这件事放弃 一定要他们交代到这件事为止